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29号星期二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 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联邦拨款200万 用于预防奥克兰枪制暴力 湾区法官裁定新媒体巨头 需对学生成瘾负责 职位空缺降至三年半以来最低点 消费者信心强势反弹 新规生效 航班严重延误或取消 自动全额退款 搭载三名航天员的 中国神舟19号飞船成功升空 欧盟决定对从中国电动汽车 征收7.8%至35.3%额外关税 黎巴嫩真主党宣布 卡西姆接任为领袖 普京称俄无意卷入军备竞赛 但核力量将维持在必要水平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天侠10月29号东湾总和报道 奥克兰市长圣陶近日表示 该市获得200万美元的枪支暴力预防联邦拨款 该拨款将资助三名生活脚裂 他们定期检查被认为有暴力风险的人 盛塔表示今年迄今为止凶杀案减少33% 死亡人数减少34人 白宫枪支暴力预防办公室的资金 将在未来三年内帮助多雇佣三名新的生活教练 总共未来有13名生活教练共同工作 该市暴力预防部门的新教练 将针对75名被认为有实施 或成为枪支暴力受害者风险的人 本来消息 华盛顿皮尔斯县警长办公室 近日发布欺诈警报 提醒人们不要陷入电话诈骗 警长达伦莫斯表示 警员绝不会就停车罚单 逮捕令陪审团职责或刑事案件 向你索要金钱、礼品卡、借记卡或信用卡信息 比特币甚至黄金 虽然警员可能会打电话给某人让他们自首 但没有办法购买免于入狱卡 或者通过付费来逃避陪审团职责 本来消息 元宇宙、谷歌、TikTok和Snap 将不得不面对学区在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 这些诉讼指责其令人上瘾的应用程序 导致学生心理健康危机 近日美国地区法官冯伊纳·刚萨雷斯·罗杰斯 在加州奥克兰做出此裁决 谷歌和元宇宙的发言人 否认存在不当行为 称其公司已采取措施 确保年轻用户在平台上的安全 Snap提到其安全举措 并指出研究表明其Snapchat 对用户的健康产生了积极影响 TikTok没有立即回应 置评请求 下面关注美国新闻 距离大选只剩一周的时间 周二发布的两份报告显示 尽管职位空缺降至多年来的低点 但消费者对美国经济的乐观情绪增强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报告称 10月份的消费者新鲜指数上升了11%以上 达到138 这是自2021年3月以来的最大单月增幅 远超华尔街经济学家预估的99.5 而劳工统计局同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9月份职位空缺降至744万个 比上月向下修正的水平减少了40多万个 是2021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一数字也低于经济学家预估的800万个 这意味着职位空缺与可用工人的比例 低于1.1比1 前总统特朗普周二表示 如果当选总统 他的政府将没收犯罪团伙和贩毒团 贩毒集团的资产 并将收益交给受移民犯罪影响的家庭 特朗普在他位于佛州的海湖庄园 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他将为无证移民犯罪的受害者 创建一个赔偿基金 承诺政府将帮助恢复 发布会上 特朗普还提及他日前在纽约 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集会 称其是爱的盛宴 在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一周之际 特朗普传媒的股价周二发生异常波动 在上午交易中急涨急跌并多次熔断 在开盘后的两小时内 该公司股票经历了五次临时交易暂停 截止当天下午1点15分 特朗普传媒的成交量超过1.34亿股 这是自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分析师认为许多支持特朗普的散户投资者 正在购买该股以支持前总统 或押注他能够在大选中战胜副总统和敬礼 周一 苹果公司发布了iOS18.1系统 这也是苹果人工智能系统 Apple Intelligence的第一个公开版本 此外该公司同一天还发布了iPad和Mac的软件升级版 消息发布后 苹果公司当天股价涨超1% 几乎收复上周二以来的全部跌幅 投资者认为Apple Intelligence 可以推动一个重大的升级周期 巩固苹果公司在尖端AI日常使用方面的 全球领导地位 根据周一生效的新规 如果航班严重延误或取消 美国的航空公司必须给乘客现金退款 即使乘客没有明确要求这样做 交通部称 要求航空公司发放退款 而不是贷金券的最终联邦规定 与周一生效 根据新规 如果乘客乘坐的航班被取消或发生重大变化 而他们不接受发生重大变化的航班 重新预定其他航班或接受其他补偿 航空公司将自动处理退款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我是肖方 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 与访华的芬兰总统斯图部会谈 双方就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在会谈中透露 中方决定将芬兰列入单方面免签政策范围 欢迎更多芬兰朋友来华经商旅游留学 本来消息 中国神州19号载人飞船按预定时间 在当地时间29号凌晨4027分 美国太平洋时间29号下午1时27分 由长征2号F119运载火箭搭载 从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升空 并在升空约10分钟后船舰分离 飞船之后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执行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 包括担任指令长的蔡旭 蔡旭哲以及宋令东和王浩泽 他们都报告感觉良好 本台消息 欧盟29号确认 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在原有10%关税的基础上 征收7.8%至35.3%额外关税 措施为期五年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 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 有关措施是维护公平市场做法和欧洲工业基础 但欧盟仍然对可能的替代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批评说 额外关税对全球自由贸易甚至欧洲的繁荣 就业保障和经济增长来说都是一种倒退 并加大发生贸易冲突的风险 德国经济部表示 德国支持欧盟与中国正在进行的谈判 并希望透过外交解决方案缓解贸易紧张局势 同时保护欧盟的工业 法国财政部长阿尔蒙对欧盟的决定表示欢迎 认为在欧洲汽车工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支持之际 欧盟正做出一项关键的决定 以保护和捍卫欧洲的贸易利益 路透社29号独家报道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曾要求美国总统拜登 调整美方在涉及台湾独立立场时的措辞 但美国拒绝了这一要求 路透社引述两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的话 报道说 去年11月拜登与习近平在旧金山会晤时 习近平及其幕僚向拜登与他的团队提出 希望美方在官方声明中修改有关台湾的潜词 从目前的不支持台湾独立改为反对台湾独立 而且从那时起 习近平及其幕僚在长达好几个月的时间里 不断提出这项要求 但美国拒绝改变 台湾国防部29号发布新闻稿表示 一艘法国军舰28号晚上至29号上午 由南向北航津台湾海峡 台国防部指出 经通过海峡期间 国军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动态 状况正常 法国军舰此前曾穿越台湾海峡 包括在去年 德国海军的两艘军舰曾于今年9月通过改海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建 29号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拜登政府最终确定限制美国个人和公司 投资中国的先进技术 包括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林建说中方对美方发布对华的投资限制规则 表示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了交涉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发布数据显示 2024年前三季度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58.2万亿元人民币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2024年前三季度 全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 供需适配能力持续增强 运行效率稳步改善 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有所回落 中国外交部29号证实拘捕了一名南韩人 说他涉嫌窃取半导体情报违反了反间谍法 中国外交部说 有关部门已向韩国驻华大使馆进行领事通报 这是中方新修订的反间谍法 去年7月生效以来 首次有南韩公民 因涉嫌违反反间谍法被捕 据南韩传媒日前报道 一名50多岁的南韩男子 与妻子以及两名女儿 住在安徽省合肥市 去年12月一个早上 被突然上门的公安人员带走 直到今年5月才被移交检房 中国央企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前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李小鹏受贿案 28号一审开庭 检方起诉显示 李小鹏受贿从1994年开始算起 收受人民币6043万余元 也就是倒查30年 李小鹏的前任2017年12月退休的 光大集团前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唐双宁也被控贪污受贿 已于今年9月在河北省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开庭审理 法院将择期宣判 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前副主任委员 贵州省委前书记孙志刚受贿案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9号 公开判处孙志刚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 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和假释 对查扣在案的孙志刚受贿 所得财物及资稀 依法与上缴 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本台消息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八名奥地利的维和人员 29号在黎巴嫩南部的火箭弹袭击中受伤 奥地利国防部说 连离部队位于黎巴嫩纳古拉的营地 中午遭到火箭弹袭击 八名担任抢修工作的奥地利维和人员受轻伤 目前仍然无法确定袭击来自何方或有何人所为 奥地利国防部长坦纳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次袭击 他要求立即对袭击进行调查 并呼吁交战各方 确保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安全 本台消息 以色列29号空袭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耶一座建筑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造成了至少93人死亡 40人失踪 以军暂时喂救袭击发表评论 另一方面黎巴嫩真主党宣布副领导人卡西姆接任为真主党领袖 前领袖纳斯鲁拉上个月在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部的袭击中丧生 本台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9号于南韩总统尹锡悦通电话 讨论北韩派兵支持俄罗斯 泽伦斯基警告北韩军人投入战场将战争带向全新局面 南韩总统办公室当天说尹锡悦表示不会对北韩派兵一事做事不管 除俄罗斯可能向北韩提供的敏感军事技术外 北韩在韩战后就未曾参与现代化战争 如果超过100万的北韩军人获得实战经验 对南韩安保将成为莫大威胁 尹锡悦表示南韩政府以紧急派员前往北约、欧盟以及乌克兰 提供南韩掌握情报 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需要盟友持续合作 也希望南韩能积极提供情报 韩联社29号引述南韩情报机构的情报称 部分元俄朝军或已被派往前线 南韩国情院当天在以闭门形式举行的情报委 国政监察会上汇报如上 国情院汇报称 不排除包括高级军官在内的部分朝军被派往前线的可能性 具体情况正在确认 北韩军正在接受俄军的军事术语等培训 朝俄之间似乎存在语言沟通的问题 国情院还研判 俄罗斯专机本月23号到24号 往返于莫斯科和平壤之间 参与协调北韩派兵事宜的 俄罗斯国安部门核心人物也搭乘此级 国情院认为 在北韩派兵引发国际社会抗议的情况下 朝俄此举或旨在针对派兵一事协调意见 本台消息 俄罗斯29号举行战略核威射力量与陆海空部队演习 期间发射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当天说 在演习期间从西北部普列谢兹克发射场 向勘察加半岛库拉靶场 发射了一枚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并从位于巴伦之海和厄霍茨克海水域的核潜艇 分别发射了青州和布拉瓦弹道导弹 另外参与演习的图95MS远程战略轰炸机 也进行了巡航导弹发射 别洛乌索夫表示 战略核威射力量演习所设定的任务已全部完成 所有导弹都击中目标 俄罗斯总统普京以视频连线方式观看 战略核威射力量演习并发表讲话 表示俄罗斯无意卷入军备竞赛 但会把核力量维持在必要水平 据日本NHK报道 当地时间29号 日本东北电力公司重启了位于工程县的 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反应队 这是该机组自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受损以来 时隔约13年首次启动 报道称 东北电力公司表示 若进展顺利 该机组将于11月上旬开始发电 据报道 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 与福岛第一核电站同为废水型 它的重启既是该类型的核电站 在311大地震后的首次重启 也是地震灾区核电站的首次重启 2011年3月11号 日本发生311大地震 引发巨型海啸以及福岛核灾难 造成上万人死亡 位于地震重灾区的 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 在地震后停运 据新加坡南华早报报道 巴西总统国际事务特别顾问阿莫林 28号表示 巴西已决定不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 长议 而是寻求透过其他方式 与中国投资者合作 他解释说 巴西不想把中国的基础设施和贸易项目 当作保险单 中国原本希望将巴西加入一带一路 中国原本希望将巴西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20号访问巴西利亚的重头戏 在韩国首尔黎泰院 踩踏事故发生两周年之际 韩国国会议长和朝野两党领导班子 29号在国会议员会馆举行悼念仪式 据韩联社报道 这是韩国国会首次就突发公共事件 正式举行悼念活动 120多名遇难者家属和60多名议员参加 2022年10月29号 首尔黎泰院发生严重踩踏事故 造成159人死亡 190多人受伤 遇难者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 法国总理巴尼耶办公室28号表示 巴尼耶周末因颈椎病变接受了手术 实验室分析结果将在数周内出炉 巴尼耶办公室在由医师贺桑签署的声明中表示 73岁的巴尼耶颈部手术进展顺利 今天节目最后时间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上涨9.40点 涨幅0.16% 保收5832.92点 大河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54.52点 跌幅0.36% 保收42233.05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45.66点 涨幅0.78% 报收18712.75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知道节目 由萧芳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